好 前期我们关注是乌尔战争之下 我们看到是普丁他的铁腕呢 其实在俄罗斯近年一直都有存在着青年兵组织 甚至还有十岁上下的孩子 原本应该是天真快乐的就学 但是也必须要入学进行军事训练 在女兵学校里面 好 这回我们看到是乌尔战争 他们现在直接找来是12岁的甜美女孩 上节目合理化入侵行动 成为国家的宣传机器 我们谈谈在乌尔战争 好 主播观众 无关精致的12岁俄罗斯歌唱神童苏菲亚 穿着蓝色荷叶边上衣 还绑着两条辫子 上面缠着浅色缎带 像是俄罗斯娃娃的梦幻打扮 但他竟然是俄国官方 用来进行大内宣战时宣传的手段之一 清纯形象 上节目大谈入侵乌克兰的行动 全是为了保护在乌克兰的俄国人 同时还说 网路上现在有很多影片都是假的 就是俄罗斯官方想要透过镜头 来和其他同样的年幼俄罗斯孩童 来宣导合理化这一次的入侵行动 但还刻意使用甜美形象的小女孩来包装 这样的手法实在让人不寒而栗 不过其实在俄罗斯境内还存在着很多娃娃兵 他们有专门的少女军校 专门教授年幼女孩练枪法练武打之外 更还要学习跳芭蕾学画画 除了培养成女兵之外 也让外界相当担心 其中会不会有部分在这一次的入侵行动当中 被送往乌克兰的一线上战场 以上对上神镜头转棚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